嗨,大家好,我是歐吉桑 欢迎收看2022年2月1日的澳洲一分钟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祝大家虎年行大运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刚刚看到了吧 有没有很恐怖 刚刚这段火车撞汽车的画面 是昨天发生在 Brisbane的Runcom 这台车不知道怎么样卡在铁轨上面 然后乍然已经放下 他也出不来 结果就嗷嗷了 你猜最后在车子里面的人怎么了 超级幸运的 车子里面的人除了惊吓之外 只受到了轻伤 所以大家经过平交道 一定要停、看、听 并且快速通过注意安全 好,我们还是要来报导一下 澳洲疫情相关的消息 今天维州新增的死亡人数达到34个人 维州州长表示 第三针疫苗烂路完全接种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希望维州人在秋冬以前都能够接种完毕 再来是各州的疫情状况 新南威尔斯州有12818个人确诊 维多利亚有11311个人确诊 昆斯兰州有7588个人确诊 南澳有1266个人确诊 塔斯玛尼亚有699个人确诊 首都特区有522个人确诊 北领地有1122个人确诊 西澳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 澳洲今天到现在总共有35326个人确诊 接下来总理莫里申宣布 提供两笔共800澳币的津贴 主要按照工作时间比例发放给老年看护员工 本月将支付第一笔400澳元 第二笔则将在5月初发放 还有上周末又有一批新的新冠治检核抵达澳洲 这代表大家现在在各大药局更有机会买到治检核 不过目前除了昆斯兰仍在解决库存不足的问题 并希望在周三之前解决之外 其他地区都恢复正常 如果你是老年精灵取者或优惠卡持优者 都可以去领免费的新冠治检核 记得先上网搜寻一下附近的药局 有没有库存才不会白跑一趟 好,以上是今天的澳洲一分钟 我是Oji-san,请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 祝大家五年新大运